大家好,歡迎大家出席香港大學 Love Hong Kong Love You 主辦的 Master Class 大師班系列 我是今天的主持 Serene 在這個暫心的學習形態裡面 其實除了自己現在修讀的課程之外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自己在學科以外的知識去增廣見聞 所以,Love Hong Kong Love You 的 Master Class 就希望搜羅熱門的社會課題 為大家提供不同範疇的新知識 而我們今天的 Master Class 的題目 就是經濟和人生 這個課題,相信很多現在在直播看的同學和觀眾 都會非常感興趣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港大經濟管理學院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 黃宇添教授為我們講解今天的課題 黃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公共政策的政治經濟學 包括房屋、樓宇、勞動力和人口 以及中國內地的COVID經濟發展 開始之前,我們都想提醒各位的觀眾 在課堂之後,我們會有一個問答環節 歡迎同學隨時在 Q&A 的 box 踴躍去留言 我們相關的工作人員會集合你們的問題 也可能會和你們去聯絡 邀請你們直接向 Professor Wong 發問 好了,Professor Wong 我們現在的時間就交給你了 好,謝謝Serene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透過網上可以有些學習的安排 我比較希望你們多些發問一些問題 讓我可以回答 我大概不會講太長的時間 我今天的問題是講的題目叫做經濟和人生 這個很老生常談的問題 跟經濟有什麼關係呢? 人生好像是很多方面的東西 先講講什麼是經濟 很多人認為經濟當然是講 像樓宇啊,貨幣啊,貿易啊,關稅啊,繳稅啊,政府的財政啊,失業啊,就業啊,或者GDP的升落啊,匯家,股市 以為呢,就是經濟是研究這些這樣的問題 那麼,對的,經濟是有研究這些問題的 但是經濟呢,經濟學呢,不只是 只是研究一些問題來規範什麼叫經濟學 經濟學呢,其實呢,是一門學科 他最基本的分析的方法呢,是,其實是一點 那一點呢,就是說呢,人呢,永遠是有得選擇的 如果是沒得選擇呢,人生就很簡單 就是,只有一條路你走,那就要走 走得快,走得慢,那都是只有一條路走 那麼,其實呢,走得快,換句話呢,你勤奮些 走得慢,就是你沒有這麼勤奮 那麼,但是呢,只要你繼續一路走,那就走到終點 那麼,就叫做低淚了 那麼,其實呢,不是一個經濟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工程學的問題 走得快,走得慢 那麼,最後呢,只有一條路走,那你就走光了 那麼,沒有選擇的,不是選擇的 那麼,你可能說呢,經濟學最關鍵呢,就是 其實呢,你可以有多過一個選擇的 你可能有五千個,五萬個,但一定要多過一個 多過一個呢,那就是你有所取捨 取捨呢,就是要決定,要挑選,要選 那麼,所以經濟學呢,其實研究什麼呢? 就是人呢,是怎樣選擇的問題 人是怎樣選擇呢?可以說呢,我看到A軍他選哪樣東西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是選A 很少人選B呢? 那麼,那我們就研究一下,咦,為什麼這麼多人選A 這麼少人選B呢? 你的理由是什麼呢? 那麼,我們就去研究這個問題 就是,人呢,如何作出選擇 研究人如何作出選擇呢? 有一陣子時候呢,都可以幫到我們自己呢 作出選擇 因為我看人家怎樣選擇呢? 有時候呢,可以呢,用來做參考啦 用來借鏡啦,使到自己呢 那些選擇呢,可能呢,會好一點的 因為我們從人家的選擇裏面呢,就學會到呢 自己怎樣選擇 所以,研究經濟學呢,其實呢 就看人是怎樣作出選擇 那麼,因此呢,有一個附帶的好處 就可能幫到自己選擇 當然,你可以看到人家的選擇之後呢 很多是負面的選擇 那麼,也都幫到自己嘛 那麼,自己不要作出這些負面的選擇 那麼,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個選擇的學問來的 經濟學其實是一個選擇的學問 那麼,剛才我們說,只有一條路你走 那麼,你可以走快,可以走慢 那麼,有沒有選擇? 啊,那都可能有選擇的喔 只有一條路走 那麼,你可以選得快,選得慢的嘛 那麼,選得快,有什麼好處呢? 啊,快點拿到達到目的 拿到的效果,得到的好處 慢點走,有什麼好處呢? 就慢,沒那麼好,遲些拿到 但是慢點走,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那麼累的 快點走呢,就會吃力一點 那麼,因此呢,我們突然間呢 本來好像只有一條路走 只有一個選擇 其實發現原來不是的喔 在一個選擇裡面,其實都是有得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走快,要走慢 所以事實上不是只有一條路的選擇 而是有兩個選擇 哪兩個選擇? 一個是,走那條路走快點 走那條路,走慢點 走快點,有什麼好處呢? 啊,快點拿到的結果 走慢點,有什麼好處呢? 沒那麼吃力 咦,這樣也是有選擇的喔 那你究竟呢,重視吃力啊,辛苦啊 還是你重視快點得到的結果 那你也是個選擇 所以呢,有些問題有時候看你好像 沒有選擇呢,其實都是有選擇的喔 是吧? 好像只有一條路走呢 其實只有兩條路 甚至有更多的 可能走得快,可以走得慢 可能走得,又不快又不慢都可以的 又不快又不慢,又好過什麼呢? 那可以比起慢,就快點拿到結果 比起快,就沒那麼辛苦 那你可能選擇呢 是,適度地快,適度地 來達到好處 拿到的好處 還有呢,吃力之間呢 你找到一個平衡了 那這個也是選擇的 所以很多時候,表面上看來 只有一個選擇,很多時候有兩個選擇 那我講人生,其實很多事情都有得選擇 其實很少事情是沒有選擇的 很難想像是沒有選擇的 那我們現在報紙有講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有時候分析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講 唉,我只是一個男朋友 我沒得選擇,我一定要跟你結婚 其實不是的 你可以不結婚的 可結婚,不結婚 那也是有兩個選擇 不是只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一定要跟他結婚的 那這些 所以選擇呢 其實很多時候,你細心想 各種事情其實都有很多選擇 不是只有兩個 而是可能三個,四個,十個,八個 甚至幾十個 很多種不同的選擇 這個選擇 那麼,我們經濟下的第二點 選擇呢 是憑什麼呢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你的興趣啊 你的喜好啊 這樣去做選擇 那麼喜好啊,興趣呢 當然是重要的 當然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可以仔細分析一下 興趣啊 其實,是哪裡來的呢 那麼,有時候呢 你對很多東西沒有興趣的 我對這件事有興趣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很多事情呢 你做得不好 所以你就沒有興趣 很多事情做得好 那你就有興趣 那麼,所以變成呢 其實那個興趣呢 有裡面呢 有相當一部分呢 不是純粹興趣的 而是呢 其實呢 是 自己的能力的問題 譬如說 我很喜歡流冰的 我不喜歡打冰的 很多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流冰呢 為什麼你喜歡呢 因為你流冰厲害嘛 你打冰波波不厲害 啊,是這樣的 所以呢 很多時候說 喜好 我的喜歡 其實喜歡呢 不一定是真的喜歡的 不是說呢 我的價值觀的 或者呢 我的心理的問題 不是我的情緒問題 有時候呢 相當多的 喜歡的因素呢 其實呢 是能力的問題 你做得那樣東西好呢 你就會喜歡那樣東西 你做得那樣東西不好呢 你就不會很喜歡那樣東西 那裡面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其實呢 我們說到 選擇有什麼呢 一個是偏好 但很多時候偏好呢 其實不是純粹偏好 相當大一部分的偏好呢 其實是你本身的能力 好啦 為什麼我這樣說能力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呢 對一件事 選擇這件事呢 其中一件事 我們就說是偏好 但偏好裡面可能是一部分能力 但另外一件事呢 純粹選擇這件事 也是能力來的 譬如說呢 現在擺在面前呢 有兩樣東西給你選擇 一架呢 就是波子 汽車 另外呢 就是一架老前七 那些說呢 我喜歡哪一架 那我的偏好當然是喜歡波子 喜歡前七 那 但是你的能力 我的荷包 只有這麼多錢而已 我只有很多錢 那我的能力呢 是我很喜歡波子 但是我只可以買到前七 那這個是能力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說了 偏好裡面呢 表面上看來是偏好 其實相當大一部分的偏好 都是能力的 好啦 從這樣的歸根結底來講 我們覺得呢 可能純偏好呢 是對你選擇哪一件事呢 是有影響的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能力 假設有些能力 就演 表面上看來呢 是 好像是偏空來的 但是其實 深層 裡面呢 都是能力來的 那所以能力是很重要 那就是換句話 你選擇哪一件事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哪一件事呢 你選擇得到的 那如果說做事的話呢 正是我們說回我們正說一條路的問題 那一條路你可以走得快 可以走得慢 是吧 那問題呢 我都 九十幾歲 我沒有得走得快的 是吧 我沒有得選擇那些東西 那我只可以慢 是吧 那我因此 我得到我的最佳選擇 就是慢慢走 換句話呢 我一定要很遲才去到終點 那有些時候呢 我沒有選擇 但是這又不是真的沒有選擇的 而是說呢 我的能力呢 使得我呢 以一個老人的體力呢 我走得最快都是這樣的 那所以呢 有相當大一部分呢 其實我們人的選擇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我們能夠選擇的 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在經濟學裡面呢 我們永遠有選擇 但是我們的選擇呢 決定於我們的能力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就決定於我們所能夠擁有的資源 擁有的資產 擁有的收入 是吧 那這些都是能力的一部分 能者多勞 多勞就多得 是吧 那你能幹一點 那就自然 多一點收入 多一點財富 那因此你能夠選擇的範疇呢 就會多了 當然我們剛才說的能力呢 好像說到呢 是錢的樣子 但是能力不只是錢的 是學問啦 是吧 體力啦 健康啦 那學問呢 很多時候跟教育有關係 那我們會看到 原來一個人的能力 人的能力呢 是 是 決定於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學問啦 你的知識啦 你的智慧啦 那這些東西怎麼可以來的呢 其中一大部分就是教育啦 是吧 讀書啦 另外一大部分是什麼 是經驗啦 是吧 經驗就令到你有智慧啦 學問呢 令到你有知識啦 健康都很緊要的 為什麼呢 那你想一下啦 如果我健康不好 人人可以工作十小時 我只可以工作六小時 那就差了大錢了 是不是 我每天呢 是小人四個小時 那自然我的健康就不好 所以呢 所以呢 通常呢 能夠 獲得較多的人呢 通常能力高 能力高呢 很多時候是 教育高 經驗高 還有一樣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健康好 對不對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健康當然有很多方面啦 對吧 講體力啦 講精神啦 等等 第三種能力 正常我們講了啦 能力啦 跟財富有關啦 另一方面呢 是跟教育健康有關啦 教育健康是一種 人力的資本啦 人力的資本啦 人力的資財富啦 與人有關的財富 第三種呢 亦都是 跟這個能力有關呢 是哪一方面呢 這樣呢 這個能力是很特別的 因爲我們活在世界裏面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嗎 有很多其他的人 做很多事情呢 是要跟別人合作的 跟別人合作的 因此呢 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跟別人合作起來 一起做事呢 那個能力就會大很多的 因此呢 有些人肯和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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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是什麼呢 其實呢 是如何能夠使得 更多人 跟你一起辦事 這個呢 換句話呢 不是自己個人的能力 而是呢 你如何跟別人能夠合作 你一方面要說服他人 你要認識到跟別人合作的好處 你說服他人 然後呢 一起合作起來 是不是合作得呢 良好呢 是不是合作得呢 協調呢 合作得愉快呢 這樣都很重要 因爲你做事呢 很少是單幹的 在今天的世界裏面 是不是 即使在以前人的世界裏面 去打獵 找生物 殺動物 來衝擊 你都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完 你都可能要整對人配合的 所以因此呢 是否能夠配合呢 是很重要的 是吧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講到這裏呢 和人配合 為何很重要 我講 舉一句話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現在 世界呢 很多人呢 都覺得呢 養有寵物 寵物中呢 多數養寵物的人 會發現呢 最開心的 就是有隻狗 好了 跟狗呢 因為狗呢 特別呢 跟人呢 是有溝通的 牠對你有要求的 牠也會對你有忠心的 牠也會跟你玩的 是吧 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牠也會令到你開心一點 是吧 我們知道呢 很多年紀大的人呢 如果養一隻狗呢 牠沒有這麼孤獨的 可以長命一點的 心情開朗一點的 所以人呢 很多時候 你說人和狗呢 是一個好朋友 這是很神奇的 在整個大自然界裡面呢 似乎呢 多數人的感情呢 是同一類的生物呢 就可以培養合作感情的 人和人可以合作的 同鄉的人合作得開心一點的 但是 跨越 生物的 類別 已能夠合作的 似乎是人和狗 人和狗 是有這種很特別的關係 那為什麼人和狗會有這麼特別的關係呢 其實你仔細想想 歷史是告訴我們 是很久很久以前 其實他打獵的時候 和人最好配合的朋友 是誰呢 就是狗 是狗和人一起合作去打獵 發現呢 人和狗一起打獵 各有優勢的 然後呢 使到呢 去捉其他的生物 來衝擊的時候呢 似乎呢 一起合作是很有好處的 狗呢 就像狼那樣呢 是可以群體合作去做的 似乎呢 某一類型的狗 就是狗 和人很早就能夠 跨了品種 跨了界別 而能夠配合起來 那這件事呢 我用人與狗這個例子去講明 就是 我們的能力呢 不只是個人的 還有呢 是和人如何配合協調的 怎樣能夠動員他人 說服他人的 多些人合作呢 你的能力呢 是倍增 不是一個加數 是一個成數 所以呢 人的能力呢 是這樣的 因此我們會看到 人的選擇呢 很多時候呢 看自己有多少錢 自己有幾大的教育 有幾多經驗 幾健康 甚至你有幾多的朋友 所以會看到 不同的人呢 會就索出不同的選擇的 那很多時候 譬如創業 那以前創業呢 很多時候呢 發現呢 人呢 是需要呢 累積一些財富的 所以呢 你很年輕 你很難創業 因為沒有財富 是吧 還有一件 你缺乏的地方 你沒有什麼經驗 是吧 我們就看到 教育水平高的人 是否創業好些 事實是 教育水平的人 是創業多些 也是 健康是很特別的 健康是很特別的 健康有什麼最大的特別呢 有餘下一點的特別 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讀經濟學的 就會說 一個人的能力 就是你的身體的機能裡面 這些是人的資本 另外呢 就是我們的社會網絡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朋友圈 那這些都是 我們回到時間去說 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 是有一個很大的特色的 是吧 我們看看 健康和教育 這兩種人力資本 那我們發現 我們多數人讀書是年輕的 就是幾歲到十幾歲 到二十幾歲讀書的 我們不是很多人 去到七十八十歲才讀書 那為什麼呢 理由很簡單 一點就可以講完 那點是什麼呢 那我們學會了這麼多東西 那我們拿著這種 教育的知識 去從事活動 希望得到效益 得到回報 那我們如果是二十歲去學 我們能夠活到一百歲 那我們很可能呢 擺在眼前呢 有六十年 這麼長的時間呢 可以運用我們的教育 那如果我是八十歲學 我一百歲就過身 那學完了 我也沒有幾多年可以用呢 那因此呢 我們如果是去考慮 究竟我們應該幾時讀書呢 我們答案是很簡單的 沒理由是八十歲啦 當然是五歲開始讀書 對不對 就是很簡單 我們學了東西之後 能夠有幾十年用 當然好過得幾年用 所以讀書呢 每個人在前頭 沒理由是人 是臨於讀書 所以這個選擇呢 亦都告訴我們 人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去考慮效果 使到效果呢 能夠達到 比較符合自己的目標 自己的好處 另外一件事呢 也很有趣 如果我們的壽命 本來呢 是可以活到六十歲的 有些人呢 後來呢 過得幾十年後 那些人呢 可以活到一百歲的 那你猜呢 如果一個人的壽命 是延長了的話呢 你會不會想讀多些書呢 那答案呢 是會的 一定會的 為什麼呢 你越長命就越想讀書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學會了的東西 可以用的時間 是長了 所以呢 壽命增加呢 是使到人願意讀多些書的 所以呢 教育 和健康呢 是能夠呢 是可以呢 雙富雙成 使到呢 多些健康好些呢 教育會好些 教育好些的人呢 其實都很有趣的 你教育好之後呢 你健康都可能會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什麼行為 什麼選擇 是會影響到自己呢 有壞處 因為你認識多了 這個 一個這樣的效果 所以健康與教育呢 都是人力的資本一部分 當然經驗都是 因為呢 人的 智慧呢 選擇的能力呢 除了呢 是書本上來 體力上來 健康 精神 另外一方面呢 亦都是經驗 經驗呢 其實呢 是跟其他人接觸之行的經驗 我們說到 經驗呢 其實有少少呢 是跟第三個 我們說的因素呢 就是呢 你的社會的網絡 你的朋友圈 通常很多時候呢 發現呢 多朋友的人呢 多數會呢 是 等於呢 好像能力高了 沒有什麼朋友的人呢 有可能呢 你的能力呢 要靠單個 自然 就沒有那麼好 人呢 就是能力 那很多時候 我們回回頭了 經濟是選擇的 其實你有什麼能力 你能力多高 是教育 經驗 健康 財富 還是朋友 這類型的不同的東西呢 是會使到呢 你的選擇呢 是多做多的 越多選擇 你就可以選到更多東西 對吧 你能夠做到更多東西 你可以更高地 完成你的願望 你的目標 達到你的 人生的 抱負 可以更好地 能夠完成 這個呢 就是人生 我們從經濟學看人生 為什麼呢 我們要做很多事情 那我們會不會做到一些事情呢 可能是破壞我們 也有的 你犯罪 你破壞你自己的健康 很多時候 年輕的時候 生活不檢點 因此 對身體健康有負面的效果 你年輕的時候 覺得 我還有幾十年 所以好像沒有什麼損失的 而且呢 短五年 沒有什麼所謂 反正都換到八十 八十五 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就是因為 你的眼光 不夠遠了 眼光遠呢 都很重要的 那我想說 經濟學呢 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呢 我們 我們不只是看當前的選擇 我們要看呢 未來的可能 可能 未來呢 有什麼機遇 有什麼目標 我們可以嘗試去達到 一個人 如果人生 知道我明天就會死 你的行為 和我還知道 我還有五十年多 選擇會很不相同 但是 我知道我明天死 我的選擇 肯定和我五十年 還有五十年多 就算是很不相同的選擇 第一 我明天睡 我沒有理由讀書 但是我還有五十年 我都肯學一些東西 所以 壽命的預期 是很重要的 而 一個人呢 能夠 對於五十年後的東西 你都重視的話 那我們在經濟學 就會說 你呢 其實呢 是一個長遠的打算 所謂 那長遠的打算 換句話 五十年後的東西 你都很緊張 一個人五十年後 的東西都很緊張的話 他今天呢 一定會 好好照顧自己的 如果一個人呢 五十年之後 我說 我告訴他 當 五十年這樣 不管了 那麼他呢 他的生活就沒有這樣檢點 他會放任 所以 人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偏向 就是 哪些人呢 是眼光 長遠 五十年後的東西 你都很緊張 那這些人呢 就是有遠慮的人 他會考慮長遠的事情 而凡是願意考慮 有長遠的顧慮的人呢 他今天做事呢 一定會更加呢 是正面 謹慎 小心 而且呢 會做出良好的投資 在自己身上 他不會呢 殘害自己的 那麼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看 我自己看到的 我的年紀 多數比你大很多 我是老師嘛 你是同學嘛 那麼我看到 當我年輕的時候 好像你們那樣 年紀的時候 我看我周邊的朋友 沒有那麼緊張健康 我看現在的年輕人呢 對這個健康呢 是緊張的 現在多些人呢 常常去那些 健身室 做運動啊 有很多人呢 飲食 檢點一點啊 那其中一部分的東西呢 其實呢 是知識的膨脹 知識的增加 他知道呢 人呢 飲食要檢點啦 做多些運動啦 就是所謂 Keep fit 做多些啦 不是純粹為美觀的 都是為健康的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現在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我那一代人 沒有那麼緊張這些東西 其實答案很簡單 當我 好像你的年紀的時候 我覺得 活到60歲就差不多了 70歲就叫做很長命 但是 對著你們18歲的同學來說呢 嗯 你打算 其實你很有機會是活到100歲 應該 正常來說應該活到100歲 因為你 既然你都活 你都知道你有很大機會活到100歲 你當然會好好照顧自己 你會明白哦 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 你身體 有內臟啦 有肌肉啦 有脂肪啦 有骨架啦 這些是很基本的 當然我不要再說 太多複雜的東西 簡單來說 你有肌肉有骨架 這是很基本的 你的骨架呢 骨架呢 可不可以熬到100歲 而不壞呢 我想不是這麼容易的 我們那副骨呢 我們的骨架呢 是很難熬到100歲 我們的構造呢 沒有預期我們活到100歲 更何況150歲 或者183 25歲 不是很可能的 我們很可能呢 到七八十歲呢 就算你比較照顧自己 不是太過不檢點的生活 你膝頭的可能就不能熬的 你就要換膝頭的 如果你換到八十九十歲 我想你的盆骨都不能熬的 因為那裡損耗太大了 損耗太大了 那你有什麼方法使得 保持他的健康呢 那你又不可以等到 那個時候做的 既然你都知道自己活到 可能活到超過100歲 你明明知道你的骨架 都不熬得那麼久了 那你現在呢 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你就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讓自己的骨架都健康 能夠熬一點 因為其實呢 我們的壽命 就是我們的腦 內臟 很多機能 靠現代醫藥 生活檢點 我們很容易 你們那代人 很容易達到100歲 那這些呢 就變成了 就是從經濟減逸 為什麼呢 所有這些東西呢 為什麼是經濟問題呢 因為這些全部是你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呢 做一個很不健康 不檢點的生活 你可以呢 不勤力讀書 你可以呢 不跟別人合作 做朋友 那時候呢 你的選項 你的能力 就會萎縮 會少了 那麼少了之後呢 你人生裏面有很多機遇 以前可能呢 那些人呢 活到 40歲呢 就 發大 現在那些人呢 應該 你那代人是活到100歲的 對不對 我爭祖父那代呢 恐怕活到40歲呢 就是差不多 我祖父那些呢 都可能活到45歲 50歲的 我爸爸那代呢 都可能呢 活到呢 六十幾七十歲 我們那代呢 我十分仔的時候 因為望著 我爸爸 我以為我就活到六七十歲 結果呢 我猜我應該是活到七八十歲的 甚至八十九十都有機會的 你們那代肯定達到100了 那因此你的行為選擇 是不是變了 我們讀經濟學說 觀察到是變了 怎樣去管察 你們去多很多 Fitness Centre 我們沒有那麼多 那這些是行為上的表現 那經濟學研究這些東西 這個是經濟和人生的東西 那其實不止的 是不是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講的生活上 另外一些東西 那你看看 你們日日都過馬路的 你們多數都沒開車的 但是你過馬路 你留意一下 你現在留意一下 現在很多人過馬路 是不是失為雨 那樣呢 是啊 失為雨 那樣的 不看路的 那就這樣走過街的 走過馬路 有時候 明明的車是綠燈 而斑馬線是紅燈 你都照走的 而且走路呢 是低頭的 低頭做什麼 看著手機的 而且走得慢慢的 不是特別急的 過馬路 這件事是我觀察得到 我看到現在的人 似乎是這樣的 是不是只是年輕人這樣 不是 中年人都有這樣 連年紀大的人都有這樣 當我好像你的年紀的時候 我覺得走過馬路 那些人不會這樣過馬路 他們過馬路 會看著有沒有車來 沒有車來才過的 有車就停在那裡 走過街 會不會倒下頭 看書呢 那時候因為沒有手機 也不會的 也不會的 不會看書的 過馬路就用心打電車 那什麼變了 為什麼變了呢 這個不只是一代人的問題 而是時代的問題 什麼變了呢 變了是一個環境變了 現在撞到的人 人命值很多錢 撞到你那個人 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以前人命沒有那麼值錢 所以開一輛車 惡很多的 你見你的人 明明我走得 你還過馬路 撞死你也沒問題 為什麼 人命賤 明明我是綠燈 你還過馬路 我撞到你 是你錯 不是我錯 你過馬路 不看車 又是你錯 是吧 我沒有錯的 我綠燈 我需要什麼 撞到你 從法理上說 沒有問題的 當然良心是另一回事 撞到你當然不是一個 道德上是一個好 明明 但是問題 從法理上來講 是不相同 發生了什麼 因為人 人命值錢 更多 法院現在判 開車的人 撞到人 多數都有很大的懲罰 過馬路 每個人都失魂 不用 撞到我 你比我更重 我最多斷了腳 哎呀 你可以坐牢 很多年監 賺很多錢 這時候 就變了 現在開車的人 比走路的人 小心 我們看到 這也是經濟學 為什麼 其實代價不相同 撞到人 現在懲罰的駕駛人 是多過懲罰 走過馬路的人 所以人 是違法變成 這個問題 有一個很不幸 那個失魂魚 撞到一個沒有良心的人 那就是大件事 那個撞到你的人 就罰錢兼坐牢 但是你就斷了腳 所以我鼓勵你們 雖然法例現在保障你 但是斷了腳 是你自己的腳 你是不是願意損失腳 所以 比較良好的行為就是這樣 駕駛要小心 走路也是要小心 但是你觀察到哪裡了 為什麼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我曾經 是十元仔過 是你的年齡 所以我看到那個世界 和你這個世界相同 那有什麼特別 這是虎身上談的事情 沒有說 我就用經濟學去看這個 問題是 你現在讀經濟學是什麼 一句說完 經濟學是關於選擇 而你能夠調動的能力是多少 就是這兩個東西 而這兩個原則是可以幫我們 去瞭解透視 甚至 預測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經濟學 與人生的很多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說很多話 不過我現在就停在這裏 看看你們有沒有問題想問問我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人生的問題 或者你朋友的人生問題 都可以拿出來說一下 我都可以和你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好 多謝Professor Wong 帶我們一起 以經濟學的角度 如何看待選擇 原來我們人生中 種種的選擇 背後都好像有 很多不同的因素 和結果 Professor Wong 剛剛也提及到 有遠慮 在捉緊未來的機遇都很重要 相信我們今天 和我們一起參加 Master Class的同學 都想好好掌握 和Professor Wong 去交流的機會 不如我們 接下來 進入問答環節 首先 我看到Patrick 有一個問題想問 Professor Wong 現在我們就請Patrick 去按摩 Patrick 你就可以發問了 好 謝謝Professor Wong 和Sarene的分享 謝謝Professor Wong的分享 還有 剛剛就多謝Professor Wong 你都由到 經濟學的角度去出發 去講及可能人生裡面 要很多事情 要做出去選擇 還有都要考慮到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去 如何調動一些東西 以及不同 教育健康 和社交圈子層面上的分享 都想向黃教授你去請教 Professor Wong 你會覺得現在的學生 除了需要去認識經濟學之外 其實應該都要主動去 去涉獵哪些範疇的知識 去幫助我們更加去認識世界 更加去有智慧 去可能在人生裡面 做到不同的選擇 自己都見到 在英國那邊 都有一科很出名的 叫PPE 就是政治哲學和經濟 都是很多同學 在英國那邊都會去想修讀 社會科學的課程 其實會不會是意味著 其實經濟學和政治學和哲學 其實都是息息相關呢? 但是都想到 其實可能有些學者都會覺得 其實這麼多的知識 其實都不應該去劃分去哪些範疇 因為其實知識都是在不同的範疇 都是相互相成 都是互相互通的 也想知道Professor Wong 你的看法 你會覺得 哪些範疇是和經濟學比較類近 以及現在的學生都需要去認識多些呢? 謝謝 多謝你的問題 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西方的知識 最初就是哲學 哲學就是什麼都要研究的 那麼今天我們科學 文學 社會科學 林林種種很多學科 以前都是叫做哲學 所以哲學就是一切的知識 所以去到今天 哲學裡面 都很多不同的焦點 很多不同的範疇 所以哲學裡面 都很多可以說 都 分化得很厲害 個個都不同 那主要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知識爆炸了 變成很多學科的東西 很難 只憑一種哲學 能夠去解決它 所以哲學是一切的知識 不過去到今天 哲學都分裂了 成為很多不同的範圍 而且不同的哲學之間 如果是不同的範圍 他們都不能夠溝通 因為知識爆炸了之後 你懂的東西和我懂的東西 就不能夠溝通 現在你說 英國的 這個法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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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說 簡單來說 牽涉到社會眾人的事 就是政治學 眾人的事就是政治 政治就是移救眾人的事 經濟是眾人的事裡面 一些很特別類別的問題 裡面很多時候是透過 可以說是市場的機制去解決 這個市場機制的特色 就使到很多眾人的事 可以變成個人的選擇 都可以達到眾人的事 就不需要透過政治的範疇去解決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疫情 今天我們要解決疫情 沒有可能靠每一個人 自己的行為就能夠解決 我們因為疫情是可以感染的 所以我保護好自己 不是表示我不讓人傳染到 但不是表示我不會傳染到人 這個就是一個重大 所以變成了 就不是完全是透過個人的行為 能夠解決問題 經濟學總的確來說 透過市場可以解決絕大部分的經濟問題 透過市場 但是不能夠透過市場去解決的經濟問題 很多時候就一定要是政治的方向去解決 所以將所有人的 人生社會上的問題要解決 一部分是靠經濟 一部分要靠政治 所以政治與經濟 兩樣都獨 是好的 讀了之後 可以對政治有所認識 對經濟有所認識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最後的問題 你認識了 那你怎樣選擇 我知道 我知道 應該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有A B C 三種方法解決問題 那我怎樣選擇呢 最後怎樣選擇的問題 都不可能完全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最後都會有一個道德範疇的問題 有一個道德範疇的問題 不只是科學 科學重要的 但不足夠 還有道德範疇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引入哲學 哲學是什麼 哲學是什麼都讀的 裡面自然就會有道德範疇的問題 所以哲學 政治學 經濟學 三種方法都讀 差不多就讀了 所有是眾人 與個人有關的事務 都可以研究到 所以有這樣的範疇去讀 那你說 我作為一個學生 我喜歡 有興趣讀什麼 你喜歡讀什麼 就讀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 你喜歡讀什麼 很多時候是決定 你有能力讀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都不喜歡數學 其實很多時候不喜歡數學 因為你不懂數學 數學不聰明 所以應該讀什麼 讀一種自己聰明的事情 就事實一定是對的 讀一種自己不聰明的事情 就有一點點 用自己作對 當然 這個與自己作對有好 你挑戰自己 克服自己的弱點 這樣就精神可加 這是好事 但是大多數人 我們觀察到 都不會特意與自己作對的 竟然有些人與自己作對 而能夠成功 哇 這些真的是 超人 超人 但是不是個怪超人 我們大多數人是常人 通常做的方法都是 自己哪有好 就做哪樣 有時候 這個叫做我的興趣 不是虛偽的 很多時候 做多少做不好 做怎麼會有興趣 沒有興趣 是不是 你畫畫畫畫 都不漂亮 怎麼會更愛好畫畫呢 這樣很少的 很有毅力的那些 明明畫畫不厲害 一直要練到自己厲害 這些力高 這些毅力 都是精神可加的 但這不是多數人選擇的 學問 知識 各樣都可以讀 憑自己的興趣 也都是憑自己的能力 相當大部分 有時候 我很喜歡這方面 幫我的能力不行 我真的很喜歡這方面 但我能力不行 那怎麼辦 那就要靠毅力 要靠毅力 要挑戰自己 明明不懂得游泳 但我很喜歡游泳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喜歡游泳 但我很喜歡 那就要練 練 練練練練 是吧 鐵柱磨成針 要這樣 如果你這樣 也可以有突破 你真的 各樣都可以 你選擇哪樣 就是那樣的運氣 是吧 你這樣毅力的人 你這樣毅力的人 所以這個是 毅力 毅力也是一個很稀有的人 我剛才沒有說到 人的能力裡面 講毅力 因為我沒有特地去講 但我現在可以補充一點 毅力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那為什麼有些人有毅力呢 這個真的不是這麼容易 人其實有很多方便 有些人 就是天生有毅力 或者 他天生未必有毅力 可能 爸爸媽媽 逼到他有毅力 都有可能 逼到他有毅力 毅力似乎 是一個人的性 因為是一個天生的個性 或者是 後天磨練出來的特色 毅力是否重要呢 都是重要的 毅力是有堅持的特色 但是 明明呢 不得不好 都能夠 最終 能夠 磨練出來 但是毅力呢 是 高的人 真的不是很多 有毅力真的 很厲害的 真的很厲害 很特別的 很有毅力的人 也很多的 但是毅力是一個 很重要的能力 毅力也是一種 那其實人呢 有很多 不同方面的 強項 我剛才說的 是一些 普通 一些的 毅力 我沒有說到 大家可以想想 其他方面的 OK 好 那我們呢 都看到有現場觀眾 Karen呢 都有一個問題 想問Professor Wong 那Karen 我們現在會請你 按摩 你可以發問了 好 Thank you Professor Wong 剛剛的分享 可能現在很多人 對自己的未來 都很多 不肯定的因素 那你會覺得 一個人在工作方面 或者他們人生方面 應該在 金錢上 或者他們的興趣上 怎樣 獲出一個 平衡呢 Thank you 我也不知道 怎樣為取平衡 對不對 我只可以說 就是很多時候 一個人的選擇 比你想像得多 很多都是巧合 就是 俗語說 命 對不對 就是命 那 其實 為什麼我們現在覺得 這麼痛苦 其實不是痛苦 你有得選 其實是很幸福的 很多時候 很多人 很多時代 以前的人 是沒有得選 今天呢 能夠有得選擇 換句話 你有這個能力 你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你去選 由於有得選 你才覺得 哎呀 世界這麼煩惱 不確定的 現在呢 你有自由戀愛 理論上呢 這個世界 有這麼多人 有一半人 你可以選 是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 以前 哪有得選 爸爸媽媽說 這個是你的就是你的 其實呢 現在為什麼覺得 好像不確定呢 因為呢 其實人呢 其實 機會大了 選擇大了 所以你才覺得 選擇是煩惱 但是不需要擔心的 很多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一般的選擇 小的問題 好像 究竟我應該 花多點時間讀書呀 還是花多點時間打球呢 這些是很小的選擇 小的選擇 那麼 很多時候呢 對不對 就是 你最主要的考慮就是 你覺得你哪一件事 缺乏 你究竟是讀書讀得缺乏 還是打球讀得缺乏 缺乏這件事就做多點了 是不是 通常不會錯的 不要呢 缺乏這件事更加缺乏 就是通常呢 永遠呢 就是呢 人呢 面對不確定呢 應該呢 方方面面呢 都有準備 那麼方方面面有準備呢 就是說呢 哪一件事你是有弱點呢 就補充多點 這個就是面對不確定的 的法目 那麼這件事叫什麼呢 這件事呢 就叫做 風險分散 Diversification of Risk 對不對 那麼這個面對不確定的方法呢 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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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件事呢 都壓少少 保存在 這個是 面對不確定性呢 越是不確定呢 就最重要呢 就是 每一件事呢 都 做多少 懂多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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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就做多一點 那這個面對 啊 啊 不確定的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呢 說呢 我究竟應該選 選 選 興趣啊 還是選擇能力啊 啊 這個問題哪有得說呢 看看你自己的 我只可以和你分享 是吧 當我是 二十歲的時候 我要做出人生最重要的一個 其中一個選擇 就是呢 我究竟呢 要讀哪一個專業 我那時候是大學 我知道呢 我當時呢 搞這麼多事情考慮之後呢 我又是讀政治哲學 又是讀經濟學 那我自己問一下 我的心呢 我想讀什麼呢 哎呀 我覺得我最喜歡讀政治哲學 好像多過喜歡讀經濟學 但是跟著我想一下 嗯 我爸爸媽媽沒有錢的 所以呢 我大學畢業之後呢 我就要養活自己 嗯 說不定還要養活爸爸媽媽 哎呀 我去讀政治哲學 讀政治哲學 讀政治哲學 咦 未必找到一份好好的工作 啊 我讀經濟學呢 我有機會可以找到一份好好的工作 那我當時都很煩惱 那究竟 哎呀 為五斗不是折腰啊 還是追尋自己的理想 那有一天我看到一本書 那麼巧合 看到一本書 那本書 那本書說呢 未來的政治學呢 越來越會似經濟學 啊 這個是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的 我看過一本書 咦 啊 未來的政治學會 越來越似經濟學 就是說我現在讀了經濟學 日日還可以讀政治學 啊 那就好了 那我現在讀政治學 日日未補能力讀經濟學 那我突然間告訴我 咦 讀經濟學 可以最終讀政治學 讀政治學 未必最終讀經濟學 那所以讀經濟學 當然是優勝過讀政治學 啊 然後第二件事 是啊 讀經濟學還可以賺錢 好過政治學 未必賺到錢 那這兩件事 一決定 我就選了一件事 那其實呢 我是平衡所有的 那當時為什麼有一個選擇 哎 這麼巧夠命 看到那本書 那本書說 哎呀 未來的政治學 如果我沒有看到那本書 我又可以可能煩到很多人 我都不知道我會選擇了什麼 我不知道的 但是因為我選擇了 當時又這麼巧 我有這樣的考慮 我有這樣的機會 這麼巧看到這本書 這本書就給了一個 好像一個快要浸死的人 有一支和趕草可以拉住 什麼拉住呢 那我就做出這個選擇 選擇 當你選擇的時候 哇 好像千斤那種 你選擇了之後 你選擇了幾十年 看一看 嘩 這麼巧合的 這麼偶然的 其實 選擇了什麼都不是很擔心的 不要好像千斤那樣做的 選擇了呢 就決定走一條路 給心機走 他就可以了 對不對 其實 選了A和選了B 可能都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差一點點 最重要是選了A之後 無論是錯 就對了 給心機走那條路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我們就有Gordon 也想問一下 Professor Wong的一個問題 現在我們也請Gordon 去解釋自己 就可以發問了 嗨 謝謝 Professor Wong 我也很認同你 對話 人生是有選擇這個說法 每個人走的路都不同 有快有慢 可能有些人 由他天生 或者他父母 留下一些 累積的財富 或者資本給他 其實每個人各有優勢 但是人的天性很有趣 就是喜歡尋找設計 尤其是香港人的目光 會放在一些比較短期的目標上 例如是喜歡炒樓 股票 總之喜歡炒賣物 在短期的時間裡面 可以獲得一筆金錢 就不願意花時間去走一些 比較 我們叫冤枉路 或者比較長一點的路 那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可能放慢腳步的收穫 可能會比短期的收穫更加多 通常是 就是 任務遠慮必有近憂 古語有話 我覺得這句話 用經濟學去解釋的話 如果你只是看眼前的利益 不看中期 甚至長期的利益 你所作出的選擇 有可能是損害了中長期的目標 這是一件事 所以 有時候 我明明看到現在 近期這件事 A 是可以賺很多錢 B 不可以賺很多錢 因此 我呢 就 特意要選B嗎 不是 不是 不是特意要選B 我要想想 我做了A 突然賺很多錢 是否跟著 使得我中期 長期 都繼續可以更加好呢 首先要問這件事 第二呢 如果我選B 短期不賺很多錢 但我中期長期可以賺更多錢 那我其實 應該要考慮 我究竟是為了短期的利益 還是為了中長期的利益 如果短期、中期、長期沒有矛盾的話 那沒有理由選擇短期可以發達的東西 但是如果 你選了短期的利益 最後呢 損害了中長期 那就不對 所以呢 我不是說 就是 炒賣 是不好的 而是問題 炒賣了之後 是不是對你更好呢 那我們要想一下 可能你炒賣了之後 突然暴富之後 不是表示你日後的機會差了 但是會不會使到你暴富之後 使到你對人生觀改了 你人生就經常都是 搏短期的炒賣 你的行為 你的性情 你的個性 因為這些短期的獲益 改變了 你永遠都只看短期 那你遲早 中期、長期 不會每次這樣夠運 不會每次這樣夠運的時候 那你就會 事實上人生是錯的 其實我們人 安排事務 不應該是短期的 一定要看中期、長期 因為尤其我們現在 你們這一代 因為你的壽命 會比我那一代的壽命 你們活到一百歲的 差不多是保證 差不多是保證 簡單來說 那你還敢短期、短時 那怎麼辦 而且呢 事實上 你減長命的話 你人生裏面 不只有一條路走的 你中間會轉一條路的 你不會只走一條路 走到一百歲的 你一定因此 要考慮 可能你現在 十八歲的時候 你想想 你十八歲到二十八歲 或者三十八歲是怎樣 但是到了三十八歲 你可能 你人生會轉一個多大的路 都不一樣 因為你這樣長命 你這樣可能會轉幾次 會轉幾次 不像以前的人 想著活到六十歲 哎呀 你十八歲 已經走完人生三分一了 是不是 已經走完人生三分一 如果你有一百歲 你就走完人生五分一 你還有五分之四 你人生在二十年三十年 這個世界裏面 你絕對有可能 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所以換句話 你們面對不是一個人生 可能從某個時間的概念來講 你這個人生裏面 可能有多過一次的 大的人生的轉變點的選擇 即是可以說 其實這個不對的 不過意思是 你可能一生人裏面 有幾個人生 好 我看到很多同學 都很踴躍去發問 但是時間關係 我們就問了 最後一題的問題 現在我們有請Angus 可以解釋自己 以及可以發問 你好,Professor Wong 我很感謝今天幫我 分析到一個想法 就是可以當人生 是一個資本 那或者可能現在 我們年輕 就還沒有一個學問 但是 和大家說 年輕可能就是本錢 那我就想 扣回經濟 有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現在 說到NFT 那可能很多人都說 其實是一個泡沫 那會不會其實是 趁我們年輕 可能就是趁自己 沒有什麼失敗的時候 就趁這個機會 可能去拼搏一下 這個NFT 看看它會不會有一個機會 是可以賺到錢 是的 又或者 會不會用 就是經濟或者人生的角度 可以看一下 假設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這個NFT 可能是一個騙局 被人騙了的話 那我們怎麼自處呢 就是NFT 就是NFT 你是不是就是 Non-fear token 那些 哦 是呀 是呀 就是 你說的好像 Bitcoin Ethereum 這些東西 首先我們要說兩件事 Bitcoin Ethereum 首先它用一個科技 這個叫做Blockchain Technology Blockchain Technology 這種知識學問 是永遠有用的 OK 但是很多人買賣NFT 其實不需要認識Blockchain Technology 根本不知道什麼是Blockchain Technology Blockchain Technology 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 去學就沒錯的 不過這個是數學 或者應用數學裡面的學問 第二件事就是NFT NFT NFT其實是什麼呢 我現在說的 純粹是說Bitcoin 這些是Cryptocurrency的東西 第二天 你去到Metaverse的時候 還有很多其它是Image Picture 這些東西 現在都開始有 那些東西我不討論 我不討論 我純粹說是 就是那個 貨幣 貨幣 我們在今天的世界裡面 有很多國家 很多國家都發幣 而發幣的基礎 就是國家 國家的信譽來發幣 當然最後一個信譽 是建基於它的經濟 軍事等等這些能力 其實就是國家發幣 好了 你看看Bitcoin 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其實不是國家發幣 這個是某些人自己 就 經常公司也好 那它就發幣 這個貨幣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不記名的 而且是 不會可以欺騙到的 它是有一個可信的一面 它的問題在於什麼呢 它這種貨幣的發行 事實上後面 那個可靠的地方 就是來自Blockchain 後面的人 就不可能 透過任何方法 是騙到你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 那不是表示沒有騙子 OK 不是表示沒有騙子 但是我只是說 你的理論上 科技是使得它 就不可以騙你的 不會有假的Bitcoin 意思 但是人人都可以開這些公司 所以 因此 Bitcoin的價值 就是說 你的價值很高 那第二天就出其他 出ETH 出其他錢 那貨幣就不可以競爭 貨幣的競爭 最後的貨幣就一定會跌價 就是說 換句話 貨幣是唯一的 所有東西 越競爭越跌價 貨幣競爭 也是跌價 所以到最後 這些貨幣 都是不值錢的 因為人人都可以不斷地發幣 除了Bitcoin 就可以有另一個Coin Kidcoin Bitcoin Itecoin Fitcoin Gitcoin 只要有得賺 就會有人出 互相競爭 這些貨幣一定是最終不值錢的 在今時今日 為什麼呢 它仍然可以存在 它存在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喜歡買賣 但是不讓人知道自己買賣 就是要有隱蔽 很多這些隱蔽 不一定全部都是犯罪的 不一定讓人都是犯罪 而且什麼是犯罪呢 國家A是犯罪 國家B也要犯罪 所以犯罪都是由國家定 有些人是有私隱 不想讓人知道 因此 在今時今日 所有的買賣 除了現金的買賣 很多人都會留一個痕跡 就是換句 你的私隱不能夠保護 你去Alipay WeChat Pay Octopus 你任何這些方法 你做的買賣 就可能記下你的痕跡 因此 最後可能查到 你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而你不想讓人知道 你就因此想逃避 這些NFT 能夠還有生存空間 他就能夠幫人做到這些 現在Bitcoin 這些Coin 佔全世界 總的貨幣的份額 是非常之小的 如果這個份額一大的話 這個份額一大 政府就會禁止它 如果Bitcoin 一路大上去 大到十倍 甚至一百倍 你可以保證 美國聯邦儲備局 就一定禁止它 所以他能夠生存的空間 就仍然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裡面 在某些得電的時間裡面 也能夠滿足到別人要求私隱 這件事 他就有一個空間存在 所以他一定不會是一個長遠存在的房間 但是他也有存在的空間 正如我們在這個世界裡面 有人是奉公守法人 這是大多數人的 有人會犯罪人 這是少數人的 任何社會都有奉公守法人 也都有犯法的人 我不是說這個是罪惡 他只是滿足到社會 需要私人的一種需求 這樣就存在了 你說在這段時間裡面 它可以升 可以跌 如果它只會升的話 就一定沒有可能 因為一升的時候 就有新的Coin 就會出現 跟它競爭 所以Bitcoin這些 多數都是很貨幣 是吧 那會不會值得投資 等等 你自己決定 這裡不是財經顧問 OK 可能要分析一下 NFT其實是什麼性質的貨幣 OK 好 好 那多謝各位同學的踴躍發問 也都很多謝Professor Wong 剛剛都很用心 向各位同學解答他們的問題 今天我們這個經濟和人生的這堂 Master Class 對於選擇可能都會有另一番的體會 那我們都很多謝 Love Hong Kong Love You Master Class的系列 也都再次多謝Professor Wong 在香港白忙之中去抽空和我們去分享 那今天呢 我們這一堂的Master Class 就來到尾聲了 那其實呢 除了Master Class之外 Love Hong Kong Love You 都有一個新心靈系列的 那稍後呢 在4點半至到5點半 6點的時間呢 都可以跟我們的導師一起上一個正念瑜伽的班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待會兒一起去參加啦 好 那我們就在這裡跟大家說再見啦 Amen 0 1 1 1 2 1 2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